近年陆剧窜出不少新一代流量男星 像是最近阴墨与云间爆火的王兴月 还有热播剧《杜华年》、张灵鹤 常相思的三位男主张婉毅、邓维、谭剑刺等 几人声势都非常旺 当然还有肖战、程毅、徐凯、罗芸汐、白静廷这些高人气男星 几位男神接下来都有不少强荡带播剧 你最想看谁的剧呢? 近期微博也开启投票 以下是网友票选最想看她的代播剧《录剧男星TOP》时 你比星光美丽、徐凯没钱时 王兴月第六、冠军是他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代播剧《录剧男星TOP》时 王鹤蒂大凤打惊人、黑夜告白 王鹤蒂接下来两部剧都挺让人有期待感 一部是合作甜心威的大男主古装剧《大凤打惊人》 找来坠续的导演加编剧 是今年度的重磅剧 王鹤蒂饰演男主许其安 他原是一名现代警察 后因酒精中毒身亡 穿越成为《大凤王朝经兆府》下辖长乐县衙的捕头 破获一桩桩离奇案件 《大凤打惊人》关注度一直很高 只要质感不要拉垮 热度肯定不会少 而王鹤蒂不止在《大凤打惊人》查案 接下来他还有一部刑侦剧《黑夜告白》 一样也是演警察 过去王鹤蒂比较少演这种非偶像剧题材 表现值得期待 微博票选最想看她的代播剧《录剧男星TOP9》 张灵鹤《爱你》 四海虫鸣 樱桃琥珀 张灵鹤自苍蓝绝爆红后 就被看好能成为流量小生 接下来他依然新剧不断 杜华年波闭后 马上宣布与赵基麦二大甜宠剧《樱桃琥珀》 另外还有同为甜宠题材的《爱你》 以及古装剧《四海虫鸣》 先上线的应该会是《四海虫鸣》 这是一部仙侠剧 张灵鹤饰演《赴黑帝君》激扬 意外与一心喜欢种田的男言种下地结姻缘的童心锁 不知道张灵鹤和景田搭起来CP感如何 另外张灵鹤在甜宠剧《爱你》 要演高帅一生 樱桃琥珀则是学霸人设 微博票选最想看他的代播剧录剧男星TOP8 陈磊 景日如歌 宇静长安 陈磊是近一两年窜起的演员 凭借短剧《虚言》 古装剧《云之宇》声势高涨 接下来陈磊主演的两部古装剧《景日如歌》 宇静长安分别搭档周野和宋艺 都搭古装美人啊 关注度比较高的是《景日如歌》 这部剧和墨语云剑一样改编自《千山茶客》的重生小说 《景日如歌》小说名为《重生之女将星》 这部剧是英姿萨爽女将军VS清冷剧《美玉面都督》 双将军设定 程磊的古装扮相一直挺帅的 而近年又很流行重生复仇剧 景日如歌应该能期待一下 微博票选最想看他的代播剧录剧男星TOP7 李线 果色芳华 李线这几年主演的通通都是高评价好剧 去年的去有风的地方都半评分高达8.7 今年主演春色季情人一样是7.7高分的好剧 李线是观众心中值得信任的演员 而接下来李线2搭了杨子 主演大女主经商古装剧《国色芳华》 亲爱的 热爱的童颜夫妇重逢啦 过去李线在剑王朝的古装扮相评价不是很好 因此一开始《国色芳华》被不少网友唱衰 没想到路透是初后 李线这次的唐风古装意外不错呢 比剑王朝好看很多 也让大家对《国色芳华》多了点期待感 小编等不及想看古代版童颜夫妇谈恋爱啦 微博票选最想看他的代播剧录剧男星top6 王兴月定风波《五福临门》 王兴月今年因为墨语云间话题大涨 成了新一代流量男星 接下来他主演的两部都是古装剧 一部是于正制作的《五福临门》 背景在宋朝 是一部爱情喜剧 讲述丽娘子带着貌美如花的五位女儿千句变京 并为女儿秘良缘的故事 剧里有五对CP 王兴月和卢玉小是主CP 于正的剧话题肯定不会少 另一部《丁风波》是古装悬疑剧 王兴月合作《00后小花》向寒之 王兴月饰演大器第一神探萧北铭 这个角色挺惨的 大婚当日 萧北铭被嫁祸为恶魔夜煞 背负实施叛国的罪名落户逃亡 三年后重归京城 在黑暗中向死而行 破获其案 王兴月在《丁风波》的造型 很有少年侠客的感觉 很帅 微博票选最想看他的代播剧 录剧男星踏步 谭剑刺四方管 爱情有烟火 滤镜 谭剑刺在长相思之后 代播存货满满 有古装剧四方管 还有现代爱情剧 爱情有烟火和滤镜代播 三部剧题材都很不一样 滤镜有女主变身的情节 谭剑刺药和不同面貌的女主谈恋爱 很讨厌演技 爱情有烟火则是欢喜冤家的爱情喜剧 而古装剧四方管 有望于今年暑期档开播 这是一部西域古装探案题材 讲述了身处一片小小天地中的原末 阿树 王坤舞 玉池华等四方知识胸怀理想 为家国和正义勇敢奔赴的故事 谭剑刺没有拘泥于 容易吸粉的谷偶爱情剧 反而挑选了不少题材新鲜的剧本 选剧眼光很让粉丝放心 微博票选最想看他的代播剧 录剧男星赵普斯 邓唯仙台有术 邓唯拿下第四 邓唯凭借长相思成为新一代的古装男神 后续邓唯也接下仙侠剧仙台有术 搭档林林后小花向寒之 仙台有术邓唯目前是出的古装扮相都很帅呢 邓唯的古装很能打 仙台有术为师徒虐恋题材 二十年前 西山派掌门穆清歌为守护苍生 献出金丹将徒弟苏玉水身上的灵犬封印 穆清歌此举被世人误认为是魔头 被四大悬门联合绞杀 二十年后 穆清歌转身成为薛冉冉 苏玉水将冉冉收入门下 展开纠葛念恋 微博票选最想看他的代播剧 录剧男星Top3 龚俊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 暗河传 龚俊近一年播出的安乐传 我要逆风趣和胡摇小红娘 月红片网播量都很低迷 特别是安乐传和胡摇小红娘 两部S级的重磅古装剧 大投资大制作 但口碑和播放量都不佳 不过龚俊依然凭借高人气劲绑 接下来龚俊有一部法庭剧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待播 但比较被看好的是 古装武侠剧《暗河传》 《暗河传》是龚俊继山河令之后 又接的武侠题材 讲述江湖第一次课组织 《暗河》的大家长危在担心 牵扯出的势力斗争 这部剧的演员班底很亮眼 龚俊合作彭小冉 还有古装男神乔振宇 常华森加盟 不知道能不能让龚俊 重返山河令时期的巅峰 微博票选最想看他的代播剧 录剧男神TOP2 诚意英雄志 狐妖小红娘 王全篇 傅山海 诚意这几年主演的《沉香如谢》 《莲花楼》 每一部古装剧都是有效播出 而接下来诚意的代播剧 也都是古装 有大男主武侠剧英雄志和傅山海 奇幻架空的大IP 狐妖小红娘 王全篇 三部中先上线的应该会是英雄志 英雄志故事还挺吸引人的 原著11部借用中国明朝历史背景的架空小说 写尽了英雄们与时代间的相互激荡 造反与政变 背叛与殉荡 书中凡夫走卒 市井小民 娼妇与公主 乞丐与皇帝 人人都可以是英雄 在今年千篇一律的古装偶像剧中 题材很新鲜 微博票选最想看他的代播剧 录剧男神TOP1 肖战藏海传 肖战拿下冠军 肖战身为顶流明星 如今挑剧越来越谨慎 肖战今年也终于接下新剧《藏海传》 这是优酷直播的S加大男主古装全谋剧 搭档95后小花张静怡 甄嬛传导演郑小龙指导 是绝对的黄金班底 《藏海传》肖战饰演的藏海 本是大庸国青天间监政之子 小时候家里一戏被灭 多年来他隐姓埋名 长大后化名藏海回京城展开复仇 《藏海传》阴着肖战 从定角就话题满满 是接下来万众瞩目的重磅剧 这个后期它尽在《藏海》 难 小 鱼 上 诏